今天是10月11日,日本正式開關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去日本旅行 今天來到機場看看最新的Check-in安排和相機情況 即日起,旅客入境日本需要完成三針莫認可的疫苗 或者提交出發前72小時的陰性檢測證明 港人接種的復必泰和科興都同樣認可 記得入境前要預先下載MySOS手機程式 提交疫苗接種證明和陰性檢測證明 在香港機場Check-in和去到日本入境時都可以用得到 過關後禁區不算多人 九成商戶都未有營業 所以旅客想吃早餐或消費 之後都可能再查清楚營業時間 疫情持續 香港Express 航班上也有新防疫安排 旅客登機時應該時刻配戴口罩 並且使用搓手液搓手 登機閘口都會換成人面識別系統 減低接觸機會 機內餐飲服務都會如常供應零食和飲品 旅客可以在進食時脫下口罩 機倉消毒的措施也有加強 採用高效微粒子空氣過濾系統 確保機倉清熱 旅客就可以安心去旅行 搭了4個多小時飛機之後 終於來到大阪機場 其實出境的流程比想像中快捷和簡單 除了以往的海關關口之外 還多了兩個不同的檢查區域 旅客就需要出示賣SOS的手機程式 就會有職員幫你檢查你的疫苗紀錄 然後會派發一張健康防疫資訊的字 說回當地的衛生指引是怎樣 上面都會寫日本現在本地衛生防疫的指引 大家下次入境的時候記得留意